像市長剛好說Delta病毒可能潛伏於社區 那現在就是入侵了雙北的社區 有專家建議說應該直接四級封城 才有辦法擋住 市長會認同這個專家的說法嗎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專家 如果照你的標準 現在全世界都封城了 其他國家現在那個六啦 占八成 那他們轉切改變 所以是這樣 這個也怕 那個也怕 那你乾脆在家裡打坐就好了 都不要出門 雖然雙北還是首都生活圈 這個很多標準應該理論上應該要一致 不過在台北市沒有確診案例的狀態下 雖然有很多居家隔離 但是目前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出現陽性例 沒有出現確診例在觀察當中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作為台北市長 還是要很務實的處理一些問題 我也不太贊成 風吹草動 你知道 然後就 就一直 太過度的 升高防疫等級 因為這個我非常清楚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疫情跟 經濟當中取一個平衡 他說我們最後結論是這樣 目前台北市沒有要做在防疫的等級 沒有要做什麼升級的動作 但是我們要求 目前的等級要落實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們沒有取消餐廳內用 但是原則上是這樣 可以外帶還是外帶 如果內用也沒有禁止 但是拜託你 那個隔離還是要做好 不管是梅花做的 或是隔板 因為我最近去餐廳看 好像大家又鬆懈下來 我也覺得會這樣 因為這個時間久大家就疲滑 還有一點 最近在講中秋節烤肉的問題 我想作為一個科學家 還是要務實 你說我們不可以在河邊烤肉 那你每個都在家裡屋頂烤肉 還不是一樣 所以 所以是這樣 重點不是說 河邊能不能烤肉 屋頂能不能烤肉 重點是 大家心裡要有數 減少降低聚會 我沒有說百分之百 反正這段期間 我們沒有要 要立刻升高等級 但是請大家 要落實目前的二級防護